小姨 你还没睡啊 你妈一定要让我等到你安全到家才能去睡 我妈 你们今天不是去南部吗 没有 帮我带她到郊卫去转一转 过几天她再一个人去南部 一个人 一个人 跟你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石坎如果说她一个人去 你担心 就要跟着她一起去 她没问题吗 放心吧 同行的人里面有中国人的 谢谢你 小姨 谢什么 她是我姐姐 我应该帮她的 还是我希望我帮她的方法 是可以慢慢地 她不再需要我帮她 也能自己过得很好 而不是越来越依赖我帮忙 小姨 你为什么不再婚啊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以前大家都必须要有一个单位 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要最好是铁饭碗的那一种 暗月领工资 暗月领工资 老了以后 暗月地去领养老金 后来大家也慢慢地 接受了个体户 接受了自有职业者 这些人工作起来更努力 因为多劳多得 因为你必须要不停地去经营自己的事业 因为你没有基本的保障 感情一样 不结婚 还要维持关系的话 需要更多的投入和专心的 怪不得我妈说 因为外公外婆 你们一个早早地出了国 一个早早地嫁了人 其实都是为了离开那个家 并不是为了追求幸福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 但后面会变的 和你现在一样 你不能选择你的出身 你受你的父母 受你家庭的影响 不可避免地要从某一个地方出发 开始你的旅程 但是后面的岔路口 又往哪里走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看过的每一本书 每一部电影 都在对你起作用 希望是 一定是 各一步 咱们 别人 不可 你 我